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转身去攻击曹小姐 曹大人见自家女儿落于下风 立刻甩开了吴四郎朝路易的方向攻击而去 惊吓看见路易被曹大人和曹小姐左右夹击 大声提醒道 小心 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路易与他们二人打斗 没想到这私人品不怎么样 武功倒是挺高的 吴四郎一冲上前去 帮助路易制服二人 那个曹大人心机颇重 见惊吓落了单 便寻得机会 向惊吓的方向冲去 路易见情况不妙 便立刻拿起来船边的铁链 向曹大人攻去 曹大人眼急手快 一把抓住了甲板上的惊吓 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路易见状 想要马上收起铁链 却已经来不及 他强行收回了自己的内力 但是铁链却依旧和金夏擦边而过 伤了他的脖子 吓得金夏花容失色 那一刻 他真的以为 自己就算不死 也要毁容了吧 万幸 他只是轻微地擦伤 金夏也不甘示弱 给了路易一个眼神 随即从腰间拿起一把匕首 对着曹大人的手便 刺了下去 曹大人吃痛 条件反射 松开了金夏的手 路易抓住机会 再一次攻向曹大人 在两人的配合下 成功地抓获了曹大人 路易看着半躺在船上的曹家妇女 阴郁地打着招呼道 曹大人 好久不见 曹坤怒瞪着路易 今夜栽到你的手里 我无话可说 路易冷哼一声 你到底是不是无话可说 先进了赵玉再说 路大人 罪不及家人 我女儿什么都不知道 还希望大人能放我女儿回到扬州老家 你女儿是否能够安全回扬州老家 取决于你说什么 正在此时 陈福带着锦衣卫一来到了码头 路易对着陈福道 把他们带到赵玉 好 今夜和吴四郎站在一旁 看着路易目中无人的模样一脸的不悦 看着人要被锦衣卫带走 今夜立刻上前 挡在了陈福的面前 对着路易道 路大人 您这样截胡不太好吧 明明是我先发现的曹大人和曹小姐 路易低头看了看今夜 你先发现的又能如何 就凭借着你的功夫 你能抓到他们吗 今夜一听 这话不对啊 什么意思 这是瞧不起女人吗 可是 这并不是关键好不好 今夜伸出了手 对着路易道 若是大人肯将手冲还给我 我岂会受制于人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吗 路易低头盯着今夜桥 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细致地观察今夜 与第一次相遇不同 这一次 他虽然身穿男装 但是面部上却没有做太多的伪装 他的皮肤略有些白皙 漂亮的脖梗触略 有些血痕 应该是刚才自己伤到的 他的脸略有些圆 看起来年龄不大 然 就这样一个小姑娘 不但会使用手冲 还略懂追踪之术 路易对他竟然生出丝丝的好感 他不自觉地摸了摸 今夜的手冲 本不想还给他 可是 却又担心 他遇见危险无法自救 终究是不忍 将手冲还给了今夜 今夜接过自己的手冲 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连带着看路易 也顺眼了很多 他笑着对路易道 我怎么敢说是大人的错呢 还希望大人 不要和我这个小女子 一般见识 说吧 便和自己的四哥 离开了货船 至于曹大人和曹小姐 被谁带走 与他合观 带走远了后 吴四郎紧张地对今下道 吓死我了 我真担心你们吵起来 今下将手冲 放在了腰间的兜子之内 道 说得像你妹妹多不讲理似的 我大人有大量 岂会和他一般见识 吴四郎笑着调侃 是吗 我妹妹何时这般贴心了 看来果然是你大不中流 还没过门呢 便开始心疼自家夫君了 今下照着吴四郎的后背 便打了一拳 趁怒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要不是 看在他就我受伤的份上 我才不会轻易就这样算了呢 受伤 他何时受伤了 你有没有伤到哪里 吴四郎仔细观察一番 便看见了今下脖梗处的血痕 立刻紧张 得道 你脖子怎么受伤了 快 我们去医馆 今下打掉了四哥的手 拿出自己的手帕 简单地擦了擦 道 没事 一点提外伤而已 相比较于我这点伤 他应该伤得更重吧 他受伤了 你这点观察力 是怎么当上的捕头的呢 他为了救我 强行将内力收了回去 定时遭到了内力的反噬 你别看他装得若无其事 但是后期说话的声调 明显显得有些气息不足 想必应该是受伤的缘故 我发现你挺关注他的 废话 若是有一个女人 站在你面前 别人告诉你 她将会是你未来的夫人 你会不会观察她 言之有理 不过 妹妹 你觉得你这个 未来夫君怎么样 有待成长 等你过门后 好好调教便是 放心 我定会将她制得 服服帖帖的 哎呀 看把你好横的 走了 回家吧 要不然被爹爹发现 又该续续叨叨没完没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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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